歡迎收看 球國元TV 今天來講點不一樣的 來向大家介紹花式籃球的籃球總類 像我身後的這些球啊 每顆球我都用過它 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顆亮皮球 像這顆球印象非常的深刻 除了它是我第一顆亮皮球之外 也是我第一次去這輪比賽的球 那這輪比賽啊 那時候我覺得真的蠻衝動的 會蠻佩服當下的我 怎麼說呢 因為花式籃球它其實在日本才有比賽 2011年的時候 應該來講台灣都沒有任何花式籃球賽事 可是有一天我就在網上搜尋 忽然看到怎麼日本的花式籃球比賽 然後我就哇這也太酷了吧 我二話不說馬上訂了國泰堂公的機票 然後就決定了去參加比賽 結果發現說啊不是 我根本不會是聞啊 而且我英文也不太好 我也只有帶一支 Sharp T9E吧 沒有網路也沒有漫 就直接飛去日本才的比賽 我蠻佩服 那時候的我 也因為有那一次我看見了什麼是真正的花式籃球賽事 我才想幹嘛把它當回台灣 以後就有現在的波恩泰的花式籃球賽 這一顆藍牌是我在2013年到東京比賽的球 第一次有個台灣的選手 他叫蔡哲男 他在這比賽當中 校園組打擊一千八強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日本花式籃球賽 應該說是全世界最高的比賽當中 打開一下他們的波形 當下在感動 我現在想起來都還會記憶歌 我覺得真的太酷了 而且 主要就是我覺得我做對一件事情 就是做完花式籃球 讓大家完成非常多的目標或是夢想 或者是想做的事情 我就做對一件事情 這個火球是我2017年到九州 去比九州的區域賽 那這次呢 也就是不錯的成績 一般中我好像是思想吧 那也在這一點 我去比了日本的花式籃球的最終戰 那這一戰呢 以外卡資格進入到最後final 所以這個火球對來說 印象也很深刻 不得了 這是我第一次跟日本 以我波波泰賽斯的名義 跟日本Achikara所聯名的球 那這個聯名球 我總共有做了一百多顆吧 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時間 我完壽了 那這根的設計啊 其實是在波波泰地世界的主視覺 我們叫Noise 它是雜訊的意思 那很多人會說雜訊 是到一些負面等等的 其實它不是負面 我不是想傳達負面的元素在裡面 其實它的元素就是說 波波泰我創辦了花式籃球的公開賽 它其實每一屆我都在追求突破 追求卓越 所以每一屆我都有去做不同的創新 可能像是第一屆在2014年 那這一屆它就是一個大亂鬥 全攤第一場花式籃球的公開賽 那第二屆我引進了花式籃球的世界冠軍 Pogola帶了討論去試辦花式籃球 那也開始分成有效應組跟多拍組 那第三屆就找了花式的世界冠軍發給來 以脫墨彩虹彩色的方式 讓台灣的時候多一點震撼 因為由每一屆的不斷的產生 所以它不是到了負面 不是那種批評啊 或者是很雜訊 一些懷疑等等的元素在裡面 它反而是養分 任何的養分都在花式籃球裡面 才促使現在的我 以及我所有的花式籃球 所以這顆球真的很特別 具有意義 那像這顆啊 它雖然也是BOLO TINE BOLO 3秒1的G-SHOCK的LOGO 那這顆呢 是G-SHOCK的35重點的活動 然後我們跟它一起合作 那也是用BOLO TINE的球 還有 喔 全世界只有一顆 BOLO TINE的 雜訊灰色的球 它的售價 我記得它說 供這顆差不多兩萬五台幣吧 超級貴的 那 灰色的這顆就是我的 正電池寶 對 這顆世界的唯一顆 這一個 這應該是 日本東京的NOGLE選手 他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也是一個獨家的 那他 幫我直接現場 他來台灣比賽 欸沒有 他就是來台灣旅遊 那我那時候去找他 他就直接幫我 在這顆球 跨了球軌 那這顆呢 是 我有個朋友歐陽敬 他前幾年在台北 有辦一個 攝影展 然後那一次 他有邀請我到現場去幫他做表演 那我表演的時候 剛好遇到這個品牌的族女人 日本的族女人 他到台灣也參加熱唱 他看到我那時候表演發生了 就很酷 那剛好他也跟日本談到 劉謙明這顆球 把二話不說 就馬上從日本 準備一顆球來送我 對 這一個 我也平常會拿去試驗那種 總之 你看到現場這些球啊 每顆都是有一些 很特別的回憶 我 很珍惜他們 其實每顆球我都用 我念號而已 哼哼哼哼哼的 因為有這些球才有現在我 所以我其實蠻開心的 這個是我的生活 來為大家介紹三種不同材質的球 那第一種呢 我當然先介紹 柏爾最常用的亮皮球 這種球呢 它為什麼叫亮皮球呢 顧名思義就是它的表面 看起來非常的具有光澤 而且很漂亮 那它這種TP6的材質 它是專利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在轉球的時候啊 不會傷手 即使你光在旁邊 表皮都具有緩衝材質 它非常好用好使用 而且呢 不要看它外表光滑的樣子 其實它超級好抓的 那當然啊 我們柏爾其實 很常使用亮皮球之外呢 我們會拿來做 因為這種球 它其實做也不太會變形 那它很好的掌控 所以呢 在它的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在問柏爾都用亮皮球 那它的款式有非常多樣的變化 這其實蠻酷的 下一個呢 我跟大家介紹的是 P2球 那P2球呢 其實它就是 像我們一般 田徑場上的 跑道 P2跑道上面的材質 那為什麼有些選手 會用P2球呢 是因為它可能喜歡 打球 那剛剛介紹的亮皮球 其實不建議大家 拿去打籃球 因為你打了它可能 很快就壞了 那像P2球呢 你可以拿去打球 也可以拿來做 花散球的表演跟比賽 那它的選擇是因為 有些選手們 你的手容易流手汗 可是呢 P2材質啊 它很好的去做掌控 很好做運球 你有流手汗 它也不太會滑 也很好抓 這是我們P2球 緊接著就是 我平常在室內球上打球 會用的超鮮材質 超鮮球 那這種材質 你拿過你就知道了 它的觸感啊 非常的柔軟 很舒服 那我們通常用了 Tatica這種超鮮材質的球啊 其他的私立籃球 我們都已經忘記它的感覺 因為真的不誇張 你摸過你用過 你就知道了 它的好 而且這種球它非常有質感 那 講多多多 其實你直接去摸實體 也是最快的 總類就是 TPU的亮皮球 以及PU的籃球 還有室內用的超鮮籃球 這三種 OK 總結 今天介紹了三種不同材質的籃球 那其實 有些問題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大家有些迷失 我直接 在總結這邊直接很快的回答 TPU亮皮球 能不能拿去做投籃 能不能拿去打球 這問題呢 我會跟你講 我自己是捨不得的 那如果你的話 那就看你的選擇 因為像這樣的球 它其實 就是要死在我的手上 它是一個消耗品 我希望它是在我的練習的過程當中 我的動作去做突破 那如果它是拿來打球一下壞掉 我覺得 這個比較 浪費 你可以拿一般籃球去打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 花式籃球的人 會不會 很會打球 這問題 其實你學花式籃球 它會幫助提升你的球感養成 你左手控球能力 以及你的協調性 還有你的判斷能力 那花式籃球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提升你的表現嘛 那對於你能不能打球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籃球場上 你要打球 它可能有 肢體碰撞 還有戰術 還有團隊合作等等 很多因素在 那有沒有直接幫助 我覺得 它幫助的就是你的球感 控球能力 你要如何保養你的球 其實 如果你一開始拿掉麵球 你要記得它很怕水 所以你不要浸在水裡 或泡在水裡 以及只在太久 如果你練習的時候 不小心沾到水了 你趕快把它擦乾 有污漬 拿四十斤擦乾 再把它保持乾燥就好 你如果是選手 你問我的問題 我會跟你講 最好保養的就是練習 好好用它 把它用到壞掉 它死在你的練習 死在你的表演 死在你的比賽 我覺得都值得 因為這中究是消耗品 它是陪伴你成長的 OK 這才是最好的保養 總結 如果你要問我說 今天介紹的這三種材質 初學者要用什麼樣的球 我會跟你講說 什麼樣的球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必須要去練習 那當然 你條件好的情況下 你想要用亮筆球 我也跟你講 去用亮筆球 因為它不傷手 但如果你都不練習 你用什麼樣的球 其實 它終究就是一顆球 它是沒有生命的 可是你好好練習 我賦予它生命 然後它可以做更多各式各樣的動作 包含可以突破你自己 以及得到好的成績 或者交到朋友 得到一些快樂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吧 而且像是Labong Jumps 他穿藍白拖 他一樣可以怪人啊 Jordan不穿球鞋 一樣可以輕鬆過我吧 雖然我不想給他過 我還是很認真的防守 OK 差不多這樣喔 如果對於今天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做討論 總之就是練習 好好練 那如果你想要問這種球 要從哪邊得知 我一樣把連結放在下面 OK 差不多這樣 球體 我們下次見 收工 球體 我們下次見 他再次會 對 他不想給他